美防长奥斯汀今天首次公开确认 朝鲜已向俄罗斯军队派遣士兵 分析称 朝鲜出兵令西方不安 可能标志着俄乌战争的重大升级 另外 前幕僚长报川普仰慕希特勒 贺锦丽称 这是他真面目 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挺贺P川 好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关注的是2024大选 副总统贺锦丽呢 今天再次获得重要的背书 有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一封联名信中背书他 并抨击了他的对手 前总统川普的经济议程 这些诺奖得主在联名信中表示 简而言之 贺锦丽的政策将带来更好的经济表现 增长会更加强劲 更可持续 更公平 这封信批评川普的强硬关税和减税经济已成 将导致物价上涨 赤字扩大和不平等加剧 这封信由凭借市场经济学研究 获得2001年诺贝尔奖的斯蒂格利茨因发起 他在今年6月也曾发起 类似的背书总统拜登的联署 当时有16位诺奖得主签字 经济学家和华尔街分析师 以普遍表示 川普的关税提议 可能会引发通胀再度升温 此外 川普还提出了取消小费 社会保障福利和加班费的所得税的承诺 根据无党派的宾大沃顿商学院的预算模型 专家估计 川普和贺锦丽的经济议程 都将扩大联邦赤字 而川普计划所导致的赤字恶化程度 是贺锦丽计划的5倍 在距离大选日不到两周之际 外界看好前总统川普的情绪正在升温 对此一名共和党民调专家今天表示 副总统贺锦丽将竞选重点转向攻击川普 是导致他近期势头停滞的原因 共和党民调专家伦茨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副总统贺锦丽可能会在11月大选中失利 他说贺锦丽表现最好的时候 是他说服选民为什么要选举自己的时候 他称他是现代历史上所有总统候选人 前60天表现最好的 但当他转而攻击川普 把注意力集中在后者身上后 一切都冻结了 文慈表示 另一边川普没有举的进展 但也没有倒退 选战的势头正在向川普倾斜 与此同时 国会山报今天也援引民主党战略家的说法称 一些民主党人正对大选前景感到越来越悲观 因为虽然选情仍然焦灼 但并没有朝着民主党人想要的方向发展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昨天又遇新麻烦 他的前白宫幕僚长凯利当天对媒体表示 川普在任职期间对希特勒评价积极 认为有关法西斯主义者的定义精准描述了川普 就此副总统贺锦丽表示 凯利的言论让人们了解了川普的真实面目 在距离大选不足两周之际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遭遇了新麻烦 他的前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周二对媒体表示 这位前总统在任职期间对希特勒有着积极的评价 符合法西斯主义者的定义 凯利的这一言论是在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发表的 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川普是一位法西斯分子时 凯利表示 法西斯主义者的定义精准地描述了前总统川普 此外根据大西洋月刊周二报道 凯利还证实了川普曾在私下表达过 对希特勒部下完全忠于命令的欣赏 凯利最初以国土安全部部长的身份加入川普政府 此后在2017年7月至2019年初担任白宫幕僚长 是川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人 但他在离任之后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川普 并称川普是其遇见过缺点最多的人 针对这位前白宫幕僚长的言论 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前总统从未发表过相关言论 凯利所描述的有关川普政府时期的事情已完全被揭穿 他的行为完全是在贬低自己 另一方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与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则抓紧这一机会对川普展开攻击 周三沃尔兹在迷尼苏达州对媒体表示 川普对于希特勒的评论令人震惊 这再次展现了他的危险性 副总统贺锦丽则在海军天文台官邸发表讲话 他表示前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的言论 让人们了解了川普的真实面目 如果川普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 那么他将不再会受到任何约束 Donald Trump's former chief of staff, John Kelly a retired four-star general confirmed that while Donald Trump was president he said he wanted generals like Adolf Hitler had Donald Trump said that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he wants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him all of this is further evidenc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of who Donald Trump really is Donald Trump is increasingly unhinged and unstable and in a second term people like John Kelly would not be there to be the guardrails against his propensities and his actions we know what Donald Trump wants he wants unchecked power the question in 13 days will be what do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此外白宫新闻发言人 让皮尔也在周三 对前总统川普赞扬希特勒的行为 进行了谴责 You've heard from the former president himself saying that he is going to be a dictator on day one This is him, not us, this is him You've heard it from officials former officials that worked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say this as well So, you know, do we agree I know that the vice president just spoke about this Do we agree about that determination? Yes, we do 值得注意的是 让皮尔还为拜登总统 在周二晚发表的 有关监禁川普的言论进行了解释 称其所谓的监禁 值得是在大选中击败川普 近期两党总统候选人都大幅度加强了对彼此的攻击力度 一方面川普在不断贬低贺锦丽的个人能力和过往屡历 另一方面贺锦丽则持续对川普的精神状态和年龄健康提出质疑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选战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两位总统候选人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负面消息被爆出 而这些信息或许会对那些尚未做出决定的中间选民产生关键影响 好,接下来再将视线转向国际 美国官方今天首次公开确认朝鲜已向俄罗斯军队派遣士兵 分析称此举令西方感到不安 并可能标志着俄乌战争出现重大升级 有证据表明朝鲜军队正在俄罗斯 防长奥斯汀周三在罗马对媒体说 他特别使用了朝鲜的正式名称DPRK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还有待观察 奥斯汀说 如果朝鲜的意图是代表俄罗斯参加这场战争 那将是一个严重问题 国务员副发言人帕特尔周二说 这标志着一个危险的令人高度关注的事态发展 美国正就这一戏剧性举动的影响 与盟友和伙伴进行磋商 美防长奥斯汀周一访问基辅 并会见了泽伦斯基 宣布向乌提供4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 近日有朝鲜士兵排队领取俄罗斯军服 和其他军用物资的视频流出 近几天 韩国和乌克兰已发出情报 两国分享了情报 并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应缺乏紧迫感 表示不满 韩国议员周三表示 朝鲜已向俄罗斯派遣了3000名士兵 这是韩国情报机构上周报告的1500人的两倍 此外韩国还称 朝鲜承诺将在12月前派兵1万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二表示 朝鲜军方有两支部队正在接受部署训练 每支多达6000人 乌克兰情报总局称 朝鲜军队最早可能周三抵达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今年8月乌克兰军队曾进入该地区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美中贸易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 今天警告称 美中贸易和关税紧张局势的升级 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代价高昂的经济后果 如关税升级将让每个人都付出代价 目前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已在升级 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征收了更高关税 而且前总统川普已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征收高达60%的新关税 周三IMF副总裁戈皮纳特对潜在的美中贸易战发出警告 称IMF的模型表明 如果关税升级将让每个人都付出代价 他表示中美良好的工作关系对双方都有利 也对世界其他地区很重要 维持这种关系符合每个人的自身利益 上周IMF总裁格奥尔基耶瓦曾表示 国际贸易将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增长引擎 而报复性贸易措施可能会给实施这些措施的一方同样带来伤害 IMF在昨天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略微下调了对明年的全球增长预测 并警告称下行风险正在加剧 但仍认为世界经济有望软着陆 纽约市将大增红灯摄像头数量将是目前4倍 稍后请继续关注 好的欢迎回来 接下来再将视线转回到美国 我们来关注经济 今天全美房地产经济人协会NAR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全美二手房销售量较8月份下降1% 降至2010年来的新低 专家指出高利率和房价上涨是销售不振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 全美9月出售的二手房经季节性调整后为384万套 是自2010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房屋中位价同比上涨3% 达到40.45万元 专家表示 强劲的就业市场推动了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加上房价中位数已连续6个月超过40万元 两个因素共同导致更多美国人买不起房 截至9月底 市场库存环比增加1.5% 达到139万套 按当前销售速度计算 供应量为4.3个月 专家指出 库存增加对购房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在做决定前可以看到更多房源 值得注意的是 现金买家在9月占销售额的30% 相比疫情前的20%有显著增长 而首次购房者的比例进一步减少 仅占9月销售额的26% 好 接下来再将视线转向纽约 今天纽约州长霍储签署法案允许纽约市在多达600个十字路口安装红灯摄像头 比目前的150个路口大幅增加 霍储今天签署了一系列在纽约州范围内建立或扩大摄像头项目的法案 他指出数据显示自30年前首次安装红灯摄像头以来 纽约市十字路口的违规行为下降了73% 目前纽约市在150个十字路口安装了222个红灯摄像头 签署法案后 安装摄像头的十字路口将会扩大到600个 是现在的4倍 这些摄像头会自动为闯红灯的司机开出50元的罚单 但不会影响司机的驾照积分 数据显示在扣除各种成本和开支后 这项技术去年给纽约市带来约2000万元净收入 纽约市的红灯摄像头项目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获批 并于1994年正式实施 此后市府每隔几年都会请求州府延长该法律的有效期 当前的计划原定于今年12月1号到期 获处签署的新法案将其有效期延长到2027年12月1号 并允许纽约市从今年12月起安装新的摄像头 多年来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最差的机场之一 但在翻新之后呢 该机场已彻底扭转局面 根据昨天发布的福布斯旅游指南 它现在被评为全美最佳机场了 纽新航港局执行董事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一新的荣誉证明拉瓜迪亚不再是全国的笑柄 而是整个地区和国家都可以引以为好的 因设施老旧航站楼拥挤不堪 拉瓜迪亚机场之前一直是全美公认的最差旅行枢纽 拜登曾将该机场比作第三世界国家 2016年该机场开始翻新 纽新航港局称这个耗资80亿元的项目已于两年前基本完成 自改头画面以来 拉瓜迪亚机场已拿下众多奖项 包括国际机场协会ACI评出的同规模机场中最佳服务质量奖 它的B航站楼则被有航空界奥斯卡支撑的Skytrax评为世界最佳新机场航站楼 好 我们再来关注社会案件 克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公交部门称 近日有两名乘客在公交车司机突发晕倒的情况下 成功将公交车停了下来 避免了车祸的发生 交通部门表示会给这两名乘客提供公交通行证 以表达感激之情 克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公共交通部门 近日赞扬了两名好心的乘客 因为这两名乘客在捡起关头 成功地阻止了一辆公交车可能造成的车祸 事件发生在10月14日早上8点半左右 一名公交车司机在1号路上行驶时 突然从驾驶座上晕倒在地 公交车内部的监控视频显示 当司机从座位上摔下来时 两名乘客冲到车前面 其中一名乘客接过方向盘 并用无线电向公交车站的调度员报告了紧急情况 同时另一名乘客查看司机的状况 最后公交车被成功地停了下来 不幸的是 在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 随后司机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当地的公共交通部门 正在试图与这两名好心的乘客取得联系 向他们提供公交通行证以表达感激之情 近日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 一名当地警察在学校用拳头多次击打一名学生的头部 当地公校校检表示 这名警察的行为不可接受 被打学生的家人事后也聘请了律师 这名警察现已被行政休假 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南部的阿克伦市 一名警察在学校击打了一名学生的头部后 被行政休假 这起事件发生在10月16日早上8点05分左右 监控视频显示 在阿克伦市公校的一个社区学习中心 一名16岁的高中生多次推开警察 而两名警察则试图将这名学生暗倒在地 其中一名警察至少握拳击打了这名学生的头部三次 随后警察给这名学生戴上手铐并逮捕了他 同时警察也发现了这名学生携带的围禁手机 学区规定学校在校期间禁止携带手机 如果携带了手机必须放在学校指定的地方 放学才可以拿走 这两名阿克伦市警局的警察 同时会负责协助公校入口的安检工作 警察称在例行的金属探测器检查的过程中 这名学生触发了系统 根据警察的报告 警察随后指示该学生再次通过检测器 但该学生没有立即听 所以他把手臂放在了这个学生的前面 阻止他进入学校 而这名学生推开了警察的手臂 想要绕过他 该事件中 打学生的警察已被行政休假 公校校宣布表示 这名警察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校方要求涉事警察不要再回来 学校也会找新的警察来代替他 同时这名学生的家人也聘前了律师 再将事件转回到纽约 今天纽约市议员马泰在市议会的例行会议上 提出了一项扩大非处方药卡OTC卡使用范围的法案 目前纽约华部的许多商店都已接受OTC卡支付 马泰强调 华人社区一直都是使用OTC卡的典范 纽约市议员马泰周三在市议会的例行会议上 提出了一项扩大OTC卡使用范围的法案 当天会议前他在市政厅外举行集会推荐这一法案 非处方药卡OTC卡通常由健保计划提供 符合条件的个人获得该卡后 能够用于购买如维生素、止痛药、 个人护理产品和健康食品等 与健康相关的非处方药及商品 不过OTC卡目前的使用范围有限 马泰提出的法案旨在促使纽约市的零售商店和超市 接受使用OTC卡支付商品 马泰指出 长者和低收入群体需依靠OTC卡来满足日常健康需求 该项提案能使持卡人更便捷地享受相关福利 同时也为商家创造新的经济机会 这个策略是称为使用或失败 因为每天我们有十多万人的住户 主要是低收入住户 年轻人、人和障碍 从他们的保证公司得到$250个月 使用或失败 他们可以使用它 他们可以使用它为购买 他们可以使用它为舌头 他们可以使用它为洗补 他们可以使用它为白食物 但是,在紐亚州市的大伙商店 并没有接受OTC卡 我们想确认每个宝宅 每个超市都可以接受OTC卡 因为这是一个赢赢的解释 人们将会获得食物 他们需要的费用 但是,小伙商店 也将会赚到亿免的亿免 在接受这个新的资金 多位社区领袖及代表出席集会并发言 表达了对该提案的支持 目前,华部的许多商店都已经接受OTC卡支付 马太也强调 华人社区一直都是使用OTC卡的典范 此外,法案还包括一项推广计划 确保让更多零售商了解 并接受OTC卡支付方式